回到台湾来看看台电总管理处大楼 上个礼拜爆发了群聚感染 现在尽管这个感染的状况已经受到控制了 但是今天开始一连三天 有股东要来现场领纪念品了 这非常揪心 而且非常的彷徨 到底要不要去呢 去会不会有感染的风险 我们带您看今天台电的状况 首男领取的台电股东们沿着红龙排队 就冲他而来 真的他可以抽搐 抱着一叠股东开箱今年台电纪念品 金属材质上面布满斑驳痕迹 原来台电把路边变电箱 废物再利用变身隔热电 在家里设计 银片都是独一无二 应该还蛮喜欢吧 因为这可以电热的东西 可以当隔热电 你泡面或是热汤都可以放在上面 因为它是环保材质 而且隔热电是每一家都有在用 靠文创小物吸引股东上门 但上周台电大楼才爆出群聚感染 一连三天纪念品发放才户外领取 十连制喷酒精是基本 还有专人举看板动线引导 8月19号我们全部大楼的工作同仁都做了PCR检测 还好结果都是阴性的 那至于第二个个案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九天了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的防疫啊 能够把这次的疫情能够围堵住 开四个动线发纪念品 台电人员戴面罩手套避免直接接触 但就怕群聚也有股东趁早来领取 口罩带两层 细缝用透气胶带严谨加强 股东自主防疫 疫情期间出门领纪念品 更怕病毒找上门 特令新闻临近听话听SNG好组台北报道